現在第一個就是看說俄羅斯的軍事目標 由他的軍事手段所形成的政治目標會不會達成 這會決定了他的整個軍事行動的時間 剛剛還要考慮到俄羅斯的整體經濟的後勤能力到能支撐他多久 所以目前來說真的沒有辦法去確認他到底會怎麼樣 那另外一個變是什麼東西 就看烏克蘭政府跟人民他到底有怎樣的意志去面對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說大家老百姓就說 怕我一想我就跑掉就算了 或是什麼樣子 那也就那個啦 或者說那個政府官員在基輔 然後基輔丟幾個炸彈 嚇到就說那考慮要不要投降 那怎麼辦呢 所以一方面到俄國方面 他自己的那個軍事目標跟政治目標 那個達到的一個程度 因為當時要看烏克蘭自己啊 現在他只能靠自己 因為他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這些情勢的一個部分 欸不好意思 有關聽眾朋友說聲有點小聲 小 我換一個麥克風 好那 我覺得還有一件比較重要 也不是說比較重要 是台灣民眾會關切的一件事情 就是雖然他沒有一些 就是例如很確切證據或什麼的說法 像是川普他有講到說 他拿台灣來比你烏克蘭 這個事情 所以也很多人有喊出 欸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好像有很多這樣的說法 就像以前有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這種講法 甚至還有 甚至還有 應該算是網紅吧 在網路上有在說 如果這一次美國不協助出兵的話 未來台灣恐怕也會用類似的方式 被威權政治給併頓 那老師你覺得這樣子的說法 有根據嗎 或者是他真的是可以這樣比你的嗎 我覺得這個思維的路徑 我不太贊成欸 嗯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 我不贊成的意思是說 今天如果拜登不派兵到 烏克蘭 所以下次拜登也不會派兵到台灣 所以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其實我不太贊成這種 這種路徑的思考 雖然說你可以把它比你 應該問的是說 那個美國 不管是拜登或以後是哪個人 哪個人當總統 對 他要對另外一個國家 他派兵協助抵抗其他的侵略的時候 他的那個法理的基礎在什麼地方 可能要想這件事情嘛 就是如果沒有那個法理基礎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那個領袖會派兵到其他國家去幫另外一個國家去打仗吧 嗯 我想可能要想這個問題才 才 才比較實際一點 另外如果說要把烏克蘭跟台灣的問題 就是把它做一個比擬的話 事實上就 我覺得應該想的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裡面的第一項 就是烏克蘭的政府它的領導階層還有那個老百姓有沒有那個意志去抵抗就是他們所認為的侵略 對 如果他沒有那個意志的話 沒有任何人能幫 就算說我願意幫我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 你看現在很多那美國都說那個什麼俄軍什麼72小時96小時就會佔領基辅嘛對不對 對 那就表示什麼意思 基辅300萬一個城市 你人口4千萬 然後你72小時90小時就被他佔領 那表示說你根本就不想打啊 嗯 你沒有任何抵抗的意志 你既然沒有任何的抵抗意志 你怎麼可以去祈求一個跟你沒有外交關係 或者沒有那個軍事同盟關係的其他的人去幫你去打仗呢 嗯 我覺得應該要想這個問題 想這個問題才比較實際一點吧 川普那樣說 因為他可能馬上就要跟那個拜登要選總統吧 對 所以會這樣說 但是如果要以台灣的那個角度來看 我還是強調那一點 就是老百姓跟政府的那個意志 有沒有那個決心 嗯 做那種犧牲 為了保衛自己的那個土地 保衛自己的家 家鄉或是親人而去 而去犧牲 如果你沒有那個意志的話 誰都沒有辦法 幫你 我舉一件事情 烏冬那兩合共和國 為什麼俄羅斯今天到現在還在幫他 對 就是14年15年 他又拼了命的拿槍 這上戰場就是 不計代價的犧牲去抵抗 這樣人家才看說 你這樣抵抗我不幫我 就是沒有 沒道義沒道德了 但如果說 人家一打你馬上要投降 然後回過頭來說 你來幫我 那個沒有人會這樣做的吧 嗯 我覺得 我還是覺得強調一點 就是 台灣跟烏克蘭要比你的話 就要比那個 比那個 我們要有自己的堅強的意志 跟 跟那個決心跟勇氣才行 其他 其他真的 都要該講什麼 對 老實說的也是啦 就是確實是 人民自己要有決心 所以 我們這段時間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或者是 一些網紅 都有類似這樣的說法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思考看看 所有的政治 或者是軍事的事情 不是一個獨立事件 它是牽扯到 很多 方方面面的事情的 但我覺得剛剛來到辦公室的時候 有一點蠻特別的是 因為其實台灣 在報導這些新聞的時候 通常都是以 比較 歐美主流媒體的 例如CNN或是BBC的外電新聞 來進行報導 然後 因為大部分的台灣人 是 就懂俄文的人 比較少 那 老師 在俄國講過很長一段時間 那想問一下 俄國的媒體 通常 他們是怎麼去看 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像 CNN就會用 Invasion 就是會說它是一個 入侵的行為 那俄羅斯他用什麼樣的用詞 就是 違和啊 嗯 就保護自己的 保護自己的 老百姓啊 民主 對保護自己老百姓 用這種 這樣子的名詞 所以同樣一件事情 在不同的角度裡面 就是完全不同的 這樣子的一個 意義 在這裡面看得 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嗯 好 所以就是 就是 都有 都有不一樣的立場 所以就是 尤其是在 呃 戰爭跟 國際關係 對 這個上面 好 欸對 喔對 剛剛就是來這邊之前 還有看到一個新聞 是說 馬克宏有 致電 給 呃 普欽 對 但 就是 因為好奇是說 他 這樣的舉動 因為之後是沒有下文 沒有說他回復什麼 或是怎麼樣 那 他這 馬克宏的這個 這個動作 他是想要 呃 對外界宣示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哦 因為這個大概幾幾點可以說 第一個 法國是今年的歐盟輪子主席 對 那現在歐洲發生這種事情 他作為輪子主席 當然必須要 必須要出面 那 接下來就是馬克宏一直 有那個心 想要讓 法國 再次成為歐洲的領頭羊 嗯 當然前陣子因為 Maker在的話 德國在的話 他的風采被搶去 所以他一直想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是個人 這個個人的方面 私的方面 私的方面 功德方面 一定是這樣子的 戰爭打成這個樣子 東歐的那個不穩定 會影響到整個歐洲的局勢 特別是經濟 嗯 特別是經濟 那你想想看 如果打的時間久了 那在東歐的那些國際資本 會不會離開 嗯 然後東歐的國際資本離開 在歐洲的資本會不會離開 尤其三月美國 聯準會要升息 啊 然後打的 這樣打下去的話 歐元的那個會被跌 嗯 那這所有東西都會影響到 那個歐洲的那個經濟發展 影響到歐洲經濟發展 就會影響到歐洲整個社會上 社會的一個 一個 一個情況 所以他當然急啊 嗯 當然是不願意就是 讓這個事情持續下去 所以他會勸普京說 就是 就不要再 不要再打了 嗯 但是 就普京立場來說 如果沒有達到他的軍事目標 跟政治目標的話 當然也就 也就不會答應說 在馬克宏的要求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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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什麼結果 在這個階段看起來 應該是 就是 是很正常的一件 一件事情 嗯 那 因為一直都會 會有人用一種 就是威權的形象 去形容普及 嗯 那 或是 就是有人 就是覺得他 他是不是又回到那個 撒謊之前 那種威權的形象 這樣子 那 會不會說他 就像剛剛講的 是不是 他就是要得到他想要的結果 他才會停止 這是必然的啊 不然你花那麼大的一個 精神 力氣 然後 冒著跟 冒著跟 烏克蘭人永遠 變成世仇的這樣子 一個風險 對不對 你還要 進行這個局 所以他一定 必然是 有他的那個 要達到墓益 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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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 這是 這是必然的 那另外有一件事情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大家雖然說很多媒體說 希望 都說普丁實際要回復什麼 蘇聯時代帝國的光榮啊 然後說他怎樣怎樣 老師說 以俄羅斯的他的整體的國家 整體實力來看的話 他既沒有那個能力 回復到蘇聯時代的光榮 然後 而且 而且明顯的他也沒有那個意願 因為 第一個什麼叫沒有能力 因為蘇聯時代的他的規模大 你俄羅斯只是蘇聯的一部分 你的規模沒那麼大 你支撐不起來的 第二 蘇聯瓦解三十年 每個國家都是各自獨立的國家了 那 有誰會 要再跟你 結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 回到三十年前 的蘇聯呢 比如說 哈薩克說 我總統不做了 我們變成一個國家 或者說什麼 或者說什麼 亞米尼亞總統說 我不做了 我們變成一個國家 那個完全是不合邏輯跟不現實的一個事情 就算是跟他關係最好的盧卡申科 白爾羅斯 到現在兩個還是各自獨立的國家 只不過是關係比較好一點而已 所以西方的政治家或是媒體會這樣說 很大的原因還是出於對普京的一個個人認知 因為他是什麼KGB出身 然後 以前是共產黨 然後 帶有農烈的那個 蘇聯的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氣質在裡面 所以就一定會 一定會什麼 那個 侵略我們 然後 什麼 邪惡帝國重現 巴拉巴拉那一大堆 但是 你客觀上來看的話 俄國根本沒這種條件 完全沒有 你想想看 還是那句話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平安普京的話 你可能要等到他過世之後 過世之後 回過頭來蓋關大概才能 才能論定吧 我們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去理解跟觀察 對 對 嗯 好 那今天很謝謝老師 帶我們 就是 了解說 烏克蘭跟 俄羅斯 他的這個現況 還有未來 有可能的發展 那尤其是大家關心的 派兵 不派兵 就是大家也可以回頭去聽 剛剛講到前面那個很重要的一段話 就是 為什麼他不派兵 或是他為什麼他沒有必要 或是因為一些合約 或是軍事合作上沒有這樣子的合作 所以他是無妨派兵的 然後再加上就是 像剛剛有不斷講到說 跟台灣有什麼樣的關係 怎麼樣去比擬就是 呃 這些國家 例如台灣跟 中國大陸的這個威權之間的這個關係 是不是能夠直接這樣比擬 大家也可以透過剛剛的這個 反彈跟說明 然後大家來進行一些思考 那今天很 非常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午見 拜拜 是 serv東西 堅持 そして 趙 趙 谢谢观看